如果预算确实充足 不建议先买8万的车子练手过度 一步到位买15万 有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了 那首先现在大部分的年轻朋友 买第一台车子的时候 预算是能够达到15万的 一所谱和Bilibili洞察发布了一个 2021年Zay世代汽车观洞察报告上面 有个数据 63%的Zay世代 对于第一辆车的预算大于15万 Zay世代目前普遍认为是1995年到2009年 这段时间出生的年轻人 那么从数据上来看 大部分Zay世代的朋友 人生第一台车子预算还是比较充足的 那么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 我还是比较建议一步到位买15万的车子了 练手你买8万的 之后再去换15万 不是很理想 或者说你干脆直接去买个二手车好了 那么车子和手机 很多电子产品是比较像的了 一落地或者是一使用 它就开始亏钱 当然显卡那种算是特利 那么大部分的车型 买来的第一年折旧特别的厉害 你比如说吉利地豪 某车自家数据 第一年保值率72.76% 齐瑞艾瑞则5 第一年保值率76.15% 保值率稍微好一点的 丰田威迟看了下 那87% 那实际我们卖车的时候 有可能还没有那么理想 因为这个保值率 是二手车市场流通的 车价平均计算出来的 车贩子收车的时候 它要赚钱的 它要压价的 它要挑毛病的 那车上的这种小问题 一个个都会捞出来的 说实话就是我们实际卖车 保值率 比我们刚才的那个数据 一般是要更低一点的 而且买车的时候 要交购值税的 那卖二手车 你又不会找人家去算的 通通打水漂 8万的车子 这个大几千块钱 也是要有的 所以说买一辆8万的车子 你先练个手 之后再去换 想想是简单 真心操作起来 算算账 比较糟心的 有可能8万换15万 一共都20万逃出去了 那么买8万的车子 练手还有个问题 就是8万的车子 和15万的车子 因为跨了一级 车的差距还不小的 就算是随便开开 买8万的体验也很不一样 甚至是有点委屈自己了 这就好比说 这8万的车子 像是一碗白米饭 的确能解决温饱问题 15万的车子 是白米饭 再加青菜 再加红烧肉 你不光是吃得饱 这么简单了 还能够吃得比较营养 比较爽了 那么首先8万15万 三大件上 差距就是在的 比如说飞度和思域 都是本田的 飞度的1.5升 自然吸气发动机 数据可以 而且是优秀的 你和思域的1.5G比起来 那不管是参数 还是价值体验 那相差一个级别 还是存在 还有飞度 它是非独立悬架 思域是厚多连杆悬架的 更不用说舒适配置的区别了 空间大小都有不同 那飞度乞丐版 有可能车子里面 听听的音响的这个喇叭 你就是当做收银机 所以如果买了8万的车子 用着用着发现 不满足 不舒服 很奇怪 你再去换15万 麻烦不说 钱是肯定要亏掉了 那就好比买手机 你先买了个64G的手机 然后发现 照片越来越多 视频越来越多 文件装不下了 它还是不能插卡的 那种类型的 你再去换个256G的 你还不如当初 直接买256G的手机 那还有一些朋友说 我买个8万的车子 没有讲究那么多这种舒适啊什么 就图个练个手 8万的车子 也未必适合练手 那8万左右的合资车 那维持飞度 倒车影像也是没有的 新手开这个东西的话 那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辛苦的 越是老手 反而越不需要这种东西 对吧 那除了车子稍微小一点 其他方面的话 练手不占优势 10万左右的这个合资车 基本上都是标配了倒车影像了 你如果选择自主品牌的车子 什么360度全景影像 倒车雷达 辅助提示 一堆东西挂个道 到后视镜都会自动往下面翻的 这种车子用来练手 那就是更合适的 在我来看 因为新手开车 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不够 是信心不足嘛 我能倒进去 我能开过去 我能弯过去 信心足起来了 你随着你开车的时间增加 这个也就是个熟练工种的驾驶员 对吧 开到后面一定能够开得好的 那么除了车子参数 技术配置上面的差距之外 8万的车子如果要家用 有可能空间不够大 还是刚才那个2021年 Zay世代汽车观洞查 报告上面的数据 Zay世代用车诉求前三当中 一向是家庭出行接送 一向是旅游自驾出行 说人话 就现在年轻人买车 不光是自己坐一下 开开上下班就行了 还要考虑到家里人 对象 小孩子的体验 或者是长辈们的体验 那么从尺寸来说 8万只能买个合资的紧凑 国产的这种A级车 那如果你选15万的话 基本上可以买到合资的A级 和国产的A加级别的这种产品 后排空间也更加宽敞 做人时间长一点 尤其是时间长一点 它不容易难受 那当然了 前面说了那么多 买15万车的原因 都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很重要的前提 就叫做预算充足 那不是每个人条件 都特别特别好的吗 对不对 那买8万的预算也是大把大把在的 对不对 那开头也讲了 63%的年轻人 第一次买车预算超过15万 那又不是100%了 还有37%的朋友 那有8万的车子能先开 已经改善很多了 多开几年 事业有成 升职加薪 我直接换30都不香吗 也是有的对吧 那还有一些朋友 其实也不一定需要用车 我这件事情也讲过的 不少朋友买车 纯粹就是为了结婚 就像家里得有个彩电一样 你就得放着 别怪你开不开 那我们家现在电视机也不怎么看 但家里电视机的确有 对吧 那家里准备一台车子 以防不时之需 你不要说打车 省钱经济 环保坐地铁 晚上2点钟 孩子要去急诊 晚上3点钟 家里人要去抢救 这个时候 就是自己一台车开出去 来得更重要了 对吧 那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朋友 需求会不同 所以总的来讲 预算有限 那就8万 8万也很好 那如果说钱真的是够 8万15万里面挑 买15万的 相对会用得久 用得更舒服